好 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这个 S25 Ultra的B调整设定 然后不好意思 等了比较久 S25 Ultra 我已经出了一阵子了 才来拍这一集 但是因为 这小孩子真的太忙了 但是不会累积一些 之前没讲过的技巧 那我们就趕快开始吧 那首先第一个要弄的就是这个 相簿的部分 就是有时候你在播这个影片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它这样 这个进步条是非常难拉的吗 就是非常不好用 那这边其实有个方法 可以改变这个进步条的部分 首先呢 你到这个相簿的这个功能表这边 然后按这个设定 然后往下滑 滑到这个关于媒体浏览器 然后进来之后呢 你就狂点这个版本序号 它应该点的 不知道10下还是15下之后 它会出现一个叫做Gallery Labs 就是这个实验室的部分 那进来之后呢 你往下滑 滑到这里 还有一个Video Play Mode 你把它选成这个Legacy Video 这样子之后呢 你回到刚刚那里 回到你的影片之中 你看这边就这个进步条 怎么看 就比较好用了 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 方便的一个方式 要不然你如果照那个 原本的方式来讲的话 这的时候会比较麻烦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 相簿进度条的部分 然后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拍照APP的部分 这次的拍照APP 其实也有一些更新是满不错 你选这个照相之后呢 假设你特别喜欢某一种风格的话 就是这种风格化的设计 你按这个 这边这个点点 它这次其实界面都弄得比较简洁 所以设定用查看这里 按这个点点之后呢 往这边选 它就可以选择 你想要什么样的风格 就是每个都有的选 其实蛮丰富 但如果真的不知道 你那个喜欢的风格是怎样的话 你可以直接按这个加号 按加号之后呢 它就可以选择 你原本相簿里有的 那像是你直接点这个 它就会把这个照片的风格 直接变成一个滤镜啊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选取照片 作为滤镜 这个是蛮好的 然后它一个设定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就是在于 你点这个点点之后呢 点这个齿轮的部分 然后选这个智慧优化 个人还蛮推荐你 把这个场景智慧辨识打开 它会去比较 针对你的拍摄场景呢 像是美食的部分 或者是风景的部分 这两个是我个人比较喜欢 再来这次的Galaxy AI 其实它有内建一个 电话录音的功能 我这个电话录音呢 我个人觉得就是 有点不好用 是因为它会需要有个提示 应提示说对方你开始录音了 然后再来就是 它只局限于一般的电话 像是Line啊 Facebook这种 它都没有办法录音 所以我个人会比较推荐 你去使用一个软体 叫做CubeACR 这个CubeACR 它会直接让你的 所有的通话录音 不论是哪个那个软体 像是什么Line啊 然后一般的电话 都可以录音 而且它会自动启动 我觉得所以方便很多啦 那这边的话 这个下载方式呢 你就到这个 三星的这个应用商城 这边应用商店 然后直接打这个CubeACR 你就打AECR 应该就有ACR 这个就是这个 你直接下载好了之后 照好的安装去做启用 然后这个软体 就在你通话的时候 不论你是打给谁 它都会自动做一个录音的动作 然后就是非常的方便 你看它打开之后 我看一下 然后像是你看 这边进来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 我这个Facebook有录音 Messenger的录音 然后电话 Line的电话有录音 一般的视话也有录音 就是非常的方便 它所有的都会自动开始录音 而且重点是 它没有那个提示音的部分 所以都不用担任说 对方会觉得 你在录音很奇怪干嘛 但是有时候 你的录音就是多一个保障嘛 保障自己 所以你就照它的设定 然后进来之后呢 这个就会非常的好用 这是我一个失常的APP 因为现在电话录音好像 都有什么法规性 就会变得比较麻烦 但这个就会好用非常多 我自己其实也有问过一些朋友 他是说如果你是对话 就是那个对话里面的 其中一方的话 你录音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个就是看个人 我个人是觉得 每通电话如果有个录音 会比较好 那你可能问说 诶 那电话录音好之后 如果你想要拿到完整主制稿 或者是摘要要怎么办 原本的三星的电话录音 是不是会有摘要和主制稿 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 汇出去到今天的赞助上 也就是Plot的部分啦 Plot No Pin 这是一款穿戴式的 AI智慧录音胶囊啊 这款专门拿来录音的 会议记录神器啊 你只要倾注一下这个胶囊的本体 它就会开始录音啊 那重点是 它可以把录音的档案 转成主制稿 那主制稿的部分呢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精准的主制稿 而且这款Note Pin 不只单纯可以录音和主制稿转换以外呢 它还有AI加持 录制好之后呢 你可以选择30多种的总结模板 去形成栽药 或者是新制度 也就是思维导致的部分 那不论是拿来做会议记录啊 或者是去听讲座 或者是跟人询问事情时呢 你都可以选择特定的模板 去生成更精准整理好的笔记啊 这个真的是满好用 那如果你真的懒得去选模板的话呢 它也有Auto Pilot的模式 就非常方便 而且生成的总结是真的非常厉害 真的会有To Do List 或者是新制度工你做参考 像是我最近生的女儿 那有太多事情真的是要记得 像你报复口识要戴什么 那育儿的补助有哪一些 医生护士跟你提醒说 小孩哪些地方特别留意 我都会带这个No Pin去录音记录 那主要在最扯是 如果你想要查询什么 想问什么问题 你就可以直接问这个No Pin 它会有个AI的区域 那透过AI超能力 它会直接去翻找之前的动画记录 进而去回答你任何问题 也是有个区域 可以直接客制化你的问题 可以把那个问题打进去 然后就会回答你 就完全真的是一个AI秘书的角色 那重点是它回答答案也非常有水准 因为它背后使用的技术是 GVT4O以及Cloud 3.5 3.0 所以它的答案都是有一定水准 像是有一次我去听新生的保险的部分 那事后我想圈认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直接在这个询问区块去询问它 那AI就会回答你任何的问题 而且它会根据你的录音记录去回答 这一点就真的是非常的省 相较于手机录音 你只能产生组织稿 了不起就是生一个栽药给你 这一点可以客制化 问题就差非常的多 那此外它有好几种的配戴方式 像你可以像这个 是我最喜欢的模式就是 项链挂在胸前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变成手环戴在手上 或者是用磁线的方式 吸在你的衣服上 或者是用夹扣的方式 夹在你的衣服上嘛 就是非常多元 那我最喜欢就是这个项链的模式 我觉得非常简单轻松 或不会非常奇怪 就像是装饰品一样 而且它录音效果也非常不错 总之这个东西 让我最近不论跟谁讲话 或者是讨论事情时 我都不会担心说我忘东忘西 这是一个非常让我安心的一款产品 好 然后下一个要讲的就是这个 麦克风的通话收音品质 也是跟通话有关 然后这次的三音手鱼 又有个新的功能 就是你打这个电话 可能随便不会动电话 你下拉之后呢 你看就可以看到这个Cube在录音 你再往下拉一点 你可以看到这个麦克风模式 你可以选择你要标准 还是放大人声 不过选择放大人声的话 你整个通话品质会好一些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蛮推荐 你看原本这个Cube 你看我直接打电话之后 它马上就开始进行录制 就是真的是一个 非常方便的一个东西啊 然后接着下一个要讲 就是关于AI部分啦 有时候你会在萤幕锁定的时候 叫German来帮你打电话 但是其实它一开始就预设说 它会叫你解锁手机 就很麻烦 但其实这个是有办法解开的 首先你先到这个German来的APP German来 点进去之后呢 你点这个 你点这个设定的部分 设定之后你进来之后 这边有一个叫做 锁定萤幕时使用German来 你可以把这两个都打开 它特别是第二个 你可以打电话 或者是传讯息 这样才可以解锁完整的German来的功能 我觉得非常不错 然后此外关于German来的部分 点右上角就是头像 然后再点这个 再点这个应用程式的部分 我个人会蛮推荐你把 你有常在用的都打开 像这就是它串流串起来的一些应用程式 像是我Google的Workspace 基本上是全开 它就可以帮你设提醒啊 然后设日历啊 看email 然后WhatsApp啊 讯息啊 电话啊都可以 那甚至像Google Home 或者一些公用应用程式 就是帮你设一些闹钟什么都可以 我觉得算是非常好用啊 那我也希望说 之后可以看到更多新的功能 但这些就是目前这个 German来有串接的这些APP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会把这些东西都打开 然后再来 假设你觉得这个Google 这个German来不太好用 你如果想要把这个 AI换成可能 Check GT 或者是Propexity的话呢 其实它有个方法可以做置换 直接到这个设定中呢 然后打这个侧边 侧边按钮 然后长按之后 它会选择这个数位助理 你按这个磁轮 就可以选择像是你要Check GT 那如果你有下载Propexity的话 其实它应该有个显示 就是可以选择 你想要哪一个AI 去做你这个长按电源键 就可以触发的部分 那我个人其实是觉得Google 蛮好用的 但如果你只是 有想查一些资料 或者是应用习惯 Check GT的话 你也是可以更换到这 好 再来下一个小技巧 就是关于这个 锁定萤幕的部分 就是它这次的AI 有个功能就是 即时天气桌布 就是假设现在外面在下雨 你的桌布 就会跟着下雨 这功能其实是 蛮fancy 蛮好玩的 那基本上触发的方法 就是你把这个桌布长按 然后点这个桌布与样式 点之后呢 再点变更桌布 然后就往下滑 滑到这里有没有看到 有个使用AI建立 还有个照片情境 点这个照片情境 假设你选了这张图好 然后之后你进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说 这边你只要按这个play 有没有看到 它等一下就会开始下雨 看到有没有很细的雨滴 我不知道这个相机有没有拍到 反正就是会展示说 假如现在下雪 我现在下雪 它就会展示下雪 但当然不会下雪啦 所以可能就只能看得到下雨 但是就是一个蛮fancy的功能 然后就可以调整一下 然后按完成之后储存 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个 即时天气动态桌布 我觉得算是蛮好 晴天啊雨天啊下雪 就是这些 我其实有时候还会起雾啦 所以就是算是一个 蛮有趣的功能 好 然后再来就是 来讲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 叫做 荧幕截图的分享后集删除的部分 因为有时候你只是想截一个图 给你的朋友 然后就截图之后 你按这个分享 然后这边就会出现这个叫 分享后随即删除 点之后然后再进行分享 所以荧幕截图在你分享完之后 它就会自己删掉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功能 你可以就是使用看看 就比你截图之后再进去这样选 会好很多 因为这样选之后 它就不会有这个分享及删除的部分 你一定要截的当下 然后按这个分享的部分 然后再按这个分享后随即删除 就可以有这个功能 我觉得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功能 好 然后再来下一个功能是通知列部分 这次S25 Ultra通知列 其实后来改成像这种右拉 是直接到这个控制中间 然后左拉是这个通知条 其实我是很不喜欢这个的 那你要怎么改回来 你就右拉之后呢 按这个比 然后按这个面板设定 然后把它改成合并 然后你甚至还可以编辑一下 你上面想要放置 然后下面也有一些选择 像是亮度 就让它直接显示 那装置操作与媒体输出 就让它不行 那这样子之后呢 你看它就变成原本 就是上面有这一排快捷键 然后这边会显示通知 下拉就是这个控制面板 我觉得这个会好用非常的多 然后接着在往下走之前呢 我们要欢迎这个影片的 第二个赞助商啊就是Going Boss Going Boss是一个线上账号共享平台啊 让你可以用将近一半的价格 就可以享受到Netflix啊 Disney Plus啊 YouTube Premium啊 HBO Max 以及Spotify啊 甚至连工具型的ChatGT啊 DuoLingo啊 Canva这种工具类的订阅服务 也都有支援 那长情的订阅服务 如果每个月可以省一半 是真的可以省超多啊 而且我觉得针对像是影音平台 像是Netflix这种呢 共享合租账号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啊 因为在这里面呢 你可以特别针对自己的纸账号 进行隐私上锁啊 上锁后 其他人是看不到你的观看记录 但是你每个月又可以省将近一半的费用啊 我觉得算是满划算 那不过针对上次ChatGTB这种工具类型 你就要思考一下 因为你是可以看得到其他人的查询记录 那当然你可以用武恒方式去做使用啊 只是就比较麻烦 也没办法记录你之前的查询结果 所以这一点就必须要考虑一下 不过考虑到长期订阅的费用 省下来的钱还是非常的多的 那GoingBus也支援购买后24小时无理由退款 那我今天有特别跟厂商要到了折扣码 你可以透过资讯栏的连结去注册后呢 再使用这个折扣码 have fun 就可以额外获得10%的优惠啊 搭配原本的一半的优惠 基本上就是四折的超扯优惠了 有兴趣的就赶快去注册看看吧 每个月省一笔是真的会查非常的多啊 好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到 有些设定我一定会做的部分 首先到设定之中呢 然后我一定会调的就是解析度的部分 因为它这个手机出厂的时候 它的解析度并不是设到最好的 那这边的话呢 我会把这解析度改成这个QHD Plus 就是最高2K的解析度 然后这个动画啊 流伤度会改成最佳化 那有时候如果你是外出快媒电话 你可以把它改成标准啦 但是我个人是习惯都会放在最佳化 还有一个一定会调整的是往下滑 有个东西叫做装置维护 点进去之后呢 它可以叫做效能设定档 我通常都会预设在低号电脑 这样你的一般日常使用其实都蛮够用 而且它这个低号电其实是不适用于游戏 游戏的时候它还是会尽全力的去跑 就一般日常物载的时候 低号电我觉得就算是一个满好用的功能 然后再来一定会调整的设定 是在这个音效的部分 然后这个音质与音效 会把这个Dolby Atmos打开 那如果你想要调整它的声音表现 你可以在这边等化器里面做调整 那也可以加强这个语音清晰度 或者是音量标准的话 这个就看个人喜好啦 那我个人的话通常会做的设定 就是一定会打开这个Dolby Atmos 好然后接着就来到大家熟悉的这个 GoodLock的环节啦 那基本上这些有些都是已经 之前有讲过 不过我还是讲一下 我最近还是很喜欢用 这个GoodLock的下载方式呢 就是你到这个三星的应用商城里面 然后直接搜GoodLock 来 全都 你把它下载好之后呢 开启里面就会有非常多三星的插件 算外挂吧 三星有外挂 那我觉得好用的真的非常多 那其实很多功能我都甚至觉得 三星这边应该就直接把它弄成绿色 这些都是三星官方推出的 所以也不用太担心 它这个安全性的问题 然后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这个 NightShot的功能 你看假设我截图 我截错了 这边是没办法进行删除 非常麻烦 但如果你有下来这个NightShot 你点开之后呢 按这个Add Delete Button 你点了之后再截图 你看就多了这个删除 只要你不要 你就直接按删除 它就是图像已删除 就非常的方便 不用再进去照片里面把它删掉 然后再来第二个新的功能就是这个 Registar 这个设定的部分 它会让你的设定的选单可以客制化 那我觉得这次有个非常有趣的就是呢 你选这个Search Option 然后这个Allow Creation Shortcard 这个打开之后呢 然后你再进到设定 假设你搜寻可能像这个侧边栏好了 有一个侧边栏按钮 你长按之后呢 它是有办法直接建立一个捷径在桌面上 那你就建立捷径之后呢 你就要按着捷径 它就瞬间跳到这里 所以就非常方便 你可以直接进来 然后修改你想要改的东西 我觉得算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方式 如果你有特别想改 像你可能每次长按都想要换 这样的话你直接一键 就可以直接跳到这个设定的一键面 就真的是蛮有趣 好然后再来回到这个Good Lock的部分 Good Lock还有一定要装的就是这个 One Hand Operation 你有看到因为我的这个手势 其实是非常灵活 是因为这个装的这个One Hand Operation 你就可以在这边呢 它有这个左控点 就是你可以有左边这个各式各样的层面 然后甚至有这个滑动并按住 这个其实真的是超级好用 我满推荐你一拿到就直接装上 然后你左边右边都可以去设定 然后像这个新增空点甚至是新的 你看可以在上面再新增 哇太夸张了吧 就是变得非常的好用 然后你甚至可以调整这触控的宽度 你看这个有颜色也是触控的宽度 然后也可以多一些手势的设定啊 这样子你要不要就是显示说 滑动期间要多久啊 然后各式各样的手势 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细 这真的是超级好用 然后非常的好玩 非常推荐你去下 那这是我自己的设定啊 就习惯如果往上是 往左是返回 然后往上是开启这个多工 然后往下就到首页这样 就是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 非常好用的部分 好然后接着再回到这个 Good luck 里面 里面会有一个东西叫做 HomeUp HomeUp其实真的超级好用 HomeUp也是一个必装的APP 首先第一个要装的就是这个 Tax Changer 进来之后点开之后呢 它可以让你的多工页面 选择不同种 然后不同种就算 它有各式各样客制化 像是我可以把这个多工 原本的多工是长这样的 没有这个应用程式的名字 其实不太方便 我可以把它打开 你看它就会写Good luck 然后你还可以把这个搜寻Bar 它有个搜寻Bar这个 你可以把它选择说 你要不要把它开启 没有开启就是这样 更简洁一点 所以就是可以玩的东西非常的多 然后再还有一个很好用 是这个Home Screen 它可以做各式各样的DIY 那我觉得最扯的是这个 DIY Home Screen Beta 这个打开之后呢 你可以把你的这个相簿随便乱移 看移在这种奇怪的位置 都是没有问题 它甚至还会把你对齐 就是变得非常猎奇这样 然后你甚至可以把底下这个 喜好的栏杆要久 在这边操场可以一直加加9 我觉得这非常夸张 就是非常的灵活啦 然后像几层几这边 它其实基本上下面也都可以改 就是你可以改说 你想要几层几啊 就是都是这个 这边几层几 可以7x7哇就非常多这样 然后我个人习惯5x6 这个Home Screen也是一个非常好用 而且十分推荐你下载的一个部分 然后接着要介绍这个 就是这个Naughty Store 它会把你说的通知都备份下来 就是储存起来 然后包含像图片的部分 我个人觉得这个还是比系统内预设 那个通知纪录来的好用 因为它存的东西真的非常不错 你看像这边的话 像这边如果这个照片 你就可以记下来说 这个照片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每一则的讯息它都有留着 那你还可以做一些设定 就是包含像是你要保存多久啊 像我这边写No Limit啊 然后要在那个锁定屏幕上 怎样去触发 就是说一个非常灵活的部分 那我觉得它这个 纯通知的记录这个功能 其实真的是很好用 对于这些照片它都有存的 非常的不错 好了差不多就是 今天这个S20 Ultra B调整的一些设定啦 那前半段的话 都是一些比较新的 像相簿进步调啊 或者是那些ACR录音 或者是一些Gemini的设定 是非常的适用 那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 自己的独门秘技 可以分享给大家 那或者是影片中 有哪些我没有讲到 也都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补充啊 那如果喜欢这种类型的影片的话 也务必留言让我知道 也会多长拍一点 那这差不多就是今天影片啦 那最后再次感谢影片中的两位赞助商 PROP和Goingbox 如果你有需要一个智慧录音的装置 就可以直接使用PROP 把刚刚那个ACR录音好的录音档 传进去 它的网站内 就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组织稿 和一个很好用的简介 那如果你是想要省一些钱的话 特别是数位订阅的部分的话 就可以使用Goingbox 两个我都有拿到优惠嘛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记得要使用我的优惠嘛 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CiaoCiao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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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aoCiao